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 在八字上 女生的爱情观 之前讲过男生的爱情观 男生的爱情观 因为是财 所以得到了以后 就比较不会去珍惜 因为有喜新厌旧的这种特质 但是女生的爱情观 女生的爱情观 他是属官 官他是唯一一个会克日主的 所以在感情这一块 女生他有点像自虐狂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因为他会克日主 偏偏又是女生最重视的东西 又爱又怕受伤害 所以会有这一种的情况 所以在谈感情的这一段时间 因为女生有这一种的状况发生 所以我们会说女生会比较不理性 他会比较感性一点 通常女生在有了另外一半以后 他就会产生一个现象 他会去黏着男生 像撒文趴石一样贴在身上 什么甩都甩不开 男生要出门 他跟在旁边 男生要做什么事 他就想跟 因为这时候官杀会克日主 所以他需要的是印 印是一种安全感 所以女生会有一种黏男生的这种特质 甚至他还会这样子动不动就问 你爱不爱我 爱了 结果跟个鲸鱼脑一样 7秒钟忘了 又在问 你到底爱不爱我 爱了 然后一回头 又来一个鲸鱼脑 你真的爱我吗 他妈的男生就跟他讲 打是情 骂是爱了 看我妈怎么爱死你 男生会烦死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女生他就需要的是一个安全感 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都会说 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很笨 原因就是 他这时候很容易会官杀 去克到日主 所以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 都会在他身上发生 我们在之前有讲过 男生会不会为了感情而放弃他的朋友圈 答案是不会的 可是女生通常都会发生这一种情况 哎呦 你不要讲他 自从交了男朋友以后就不太理我们了 女生会为了男人而放弃他的朋友圈 为什么 因为官会克以奸截财 所以很多女生有了感情以后 他就比较没有跟他的闺蜜在一起 这个也是很正常 所以男女的一个爱情官 男人不会为了爱情而放弃他的朋友 女人可以为了爱情而放弃了他的朋友 朋友 兄弟姐妹 你就会知道这个就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谈恋爱的一个过程里面 女生通常他就会是比较感性一点 男生会比较理性一点 但是一讲到分手的时候 男生这时候因为礼尖去破财 所以财心被破的一个情况下 就会显得非常的不理性 情绪化 但是女生他是相关客观 所以你去看那一些情杀案 女生杀男生的这一种情况 你有发现到是女生情绪很糟糕 拿了一把刀吗 一直杀的男人吗 不会 通常都是什么 有计谋的 干掉男的 所以 反而在分手的这一种的特点的时候 女生反而是比男生更冷静 刚好颠倒过来 男生在分手的时候是非常的感性 非常的情绪化 女生反而在分手的时候是非常的理性 非常的冷静 原因就是在于食伤客观的这一种特质 各位你不要一直认为食伤客观 是一种很不理性的状况 其实真正最不理性的状况是比肩克财 那才是真正最不理性的状态 这个就是男女他之间对于感情 爱情他不一样的一个点 当女生在有了感情以后 通常女生都会有一个现象 他会比较胖一点 为什么他会比较胖一点 其实就是为了要防止 观萨克日主的这一种的特质 所以他稍微胖一点 就是有比较多的印 能够帮助他 他的一个感情 自然他就会比较平稳 所以男生都会觉得很奇怪 你以前瘦巴巴的 还会怕我 我讲什么你都听我的话 怎么在一起以后你变胖了 我讲什么你都不听 各位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就是变成观印相生 你讲你的 我多耳近又耳出 会变成是这一种情况 所以男生你要知道说 假如这个女生跟你在一起 他稍微胖一点的话 其实就表示他对于这一段感情 他是非常非常的有安全感 他非常的喜欢这一段感情 但是假如越来越瘦的一种情况下 你反而就要特别注意 他什么时候会对我不利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